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被认为是21世纪最极端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ISIS最主要的基地就在中东 为了殲灭ISIS,美国伊拉克库德的部队 分别从陆空发动攻击,甚至近距离搏火交战 到了2017年下半年,伊斯兰国这一方节节败退 许多的据点都被攻陷 最近我们排除层层阻力,独家前往伊斯兰国 目睹被伊斯兰国占领区弹痕累累,满目苍疑的景象 也访问到曾经被伊斯兰国统治过的当地居民 虽然采访不易,过程也有些相当的危险性 但真的机会难得 因此台湾演绎特别制作一小时的深度专题 为您报道,前进伊斯兰国 在世界上,在世界上,在世界上 在世界各地神出鬼末地发动攻击爆炸 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 无疑21世纪最害人的恐怖组织 但伊斯兰国并不是真正的国家 他们自2014年6月才宣告成立 伊斯兰国到底在哪里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从亚洲新疆 西到摩洛哥 北到哈萨克 南到肯尼亚的逊尼派伊斯兰大帝国 但2015年最强盛时期 范围不脱叙利亚 伊拉克两国境内 所占领的区域也不固定 在征战输营之间经常变动 近几年的战争也节节败退逐渐缩小 2017年的下半年 约当剩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零星据点 大概45公里 迷失新闻采访小组 从伊拉克迂回 前进伊斯兰国最前线 伊斯兰国和伊拉克 以及库德自治区 三边对诊之下 我们至少经过七层减少战 你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说你们是谁要去哪里 这地方其实一般人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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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是阿弥陀佛 这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们查看所有人 查看所有人 查看所有人 还得一再解释国际媒体的身份 也一再接受检查 才被放行 从现在开始 您看到窗外的景致 这里都是伊斯兰国 ISIS之前占领过的地方 采访车所行经之处 经常看到建筑物 被枪炮打穿的痕迹 好几个路段 两侧高墙 在堆卒蛇笼 还没拆除 好多家园不堪战争荣令 遭村民离弃 但我们也看到 少数村民 还留守自己家园 他们是被伊斯兰国统治过的百姓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 伊拉克马克木尔这个地方 这里是 ISIS和反伊斯兰国交战的地区 在不久之前 这里还是 伊斯兰国所占领的地方 我们试图在这个村落 找到曾经与伊斯兰国部队共处 或者说 被ISIS统治过的百姓 这些阿拉伯义村民 一度因为加入伊斯兰国的士兵 也大多数是阿拉伯义子弟 心有认同 不排斥ISIS 所以留了下来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 愿意接受采访的居民 有没有看见伊斯兰国? 有没有看见伊斯兰国? 因爲我们选择 意接受采访的 我们在宣布 我们把你拽放下来 也对了 放下来 坑固和 以兰国来 我们列入 小孩 你送不到 愿意烈的 そ裡我走 我會走 我會走 我会走 我的頭 我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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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家裡 我們三十多歲 我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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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因为很担心日后采访影片曝光 会被Isish暴富 全都侧身掩面 而且几位阿拉伯裔女子 都会将孩子带在身边 绝对不会一人独自面对外界 伊斯兰国圣战士所到之处 总是高举着黑社国旗 标写着阿拉的使者穆罕默德 这个结合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极端组织 动辄以武力屠杀人质 在占领区更大肆铲除异教徒 和违反伊斯兰国教义的居民 尽管Isish若败而去 当地民众还是余悸犹存 无法相信日子是否从此恢复太平 采访结束后 我们在驱车即将推向最前线的少战 采访最边界战士 越往前 村子越来越少 景致越来越荒凉 气氛越来越肃杀 民事新闻前进伊斯兰国 胡安林苏启巴还将继续往更前线 为您进行独家采访报道 2017下半年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德赶死队联手拿下伊斯兰国占领的重要据点摩苏尔被视为是ISIS重大挫败 其中库德赶死队是称Peshmerga早年专门对抗海山政权 近年来他们是库德打击ISIS第一线兼兵也是美国在中东打击ISIS最坚强的地面助力 就因为Peshmerga打起仗来抱着必死的决心 近年来他们逼得ISIS节节败退 只剩下零星的据点 继续这个单元是我们前进伊斯兰国 抵达最前线交战区 也成功的独家专访到Peshmerga前线指挥官亚辛塔将军 Peshmerga是库德赶死队的称号 每位库德人在加入Peshmerga赶死队的时候 都已经报定保卫家园 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 过去他们对抗过伊拉克海山政权 现在他们专门对抗伊斯兰国ISIS 库德自治区因为拥有为数二十万的赶死队战士 成为美国在中东打击ISIS的最大助力 民事新闻来到库德赶死队一处边境的驻扎地 这里的赶死队最近才跟伊拉克的政府军 联手取回摩苏尔 来到最前线 进入一处农村改装的营房 因为担心Peshmerga赶死队的驻扎地点曝光 从这时候起 我们的拍摄角度和范围受到更大的限制 以此以下的镜头 可能会让观众朋友感觉到有些福利 进入作战指挥室 边防指挥官亚辛塔代表受访 我们送上远自台湾烧来的绿茶 亚辛塔也大方地介绍他重要的部署 我们首先问到边境的状况 我们想想解释 你最近跟伊兹人的相关联合 那么地方已经安全了吗 那么地方已经安全了吗 嗯 我曾经在说 我们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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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德赶死队 是美国打击 伊斯兰国的第一线助力 美军又驻扎当地 一般外界认定 美军势必提供 库德赶死队 所有的军备所需 但指挥官的回答 很保守 我们在问到 有美军所提供的武器吗 我们也问到 胆子对部门司令 已经报定必死的决心了 我们也问到 胆子对部门司令人 不过胆子对部门司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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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一年的奋战 终于成功从ISIS手中 夺回摩苏尔 Peshmerga被认为鞠躬绝尾 也激励了库德举国上下 当地民众相信 Peshmerga建立的功劳 有助于国际间接受 库德迈向独立建国之辱 作战指挥室外的勇士们 看到来自亚洲台湾的电视媒体到来 精神一阵 纷纷与采访小组可以留年 你多久在Peshmerga 三岁 两岁 两岁 你愿意为国家贡献吗 我愿意为国家贡献 我愿意为国家贡献 你多久在Peshmerga 我愿意为国家贡献 十三岁 二十岁 你不怕吗 你有多少人在埃养 多少年 我愿意为国家贡献 虽然说已经攻下伊斯兰国的地盘 但是Peshmerga敢死队 坚持不让采访小组离开农舍 到院子外随意走动或是拍摄 反伊斯兰国的军队不让我们随意地在前进 或者是移动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路上随时都还有 伊斯兰国当时在这里埋设的地雷或炸弹 受限制的战地采访 我们难以着力 也意犹未尽 只怕在几公里外的伊斯兰军队是否肯就此罢休 还给伊拉克和库德当地原来的宁静呢 民事新闻胡安林苏奇发在伊拉克边境 前景伊斯兰国独家采访报导 欧亚地区涌现了难民潮 位于中东的库德自治区也不例外 他们难民的主要来源就是一些铃国的民众为了逃避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的侵略 那么还在寻求自己国家独立 人口只有五百万的库德自治区 前后竟然收容难民的人数就高达了两百万人 人数将近三成 可见得库德自治区和邻近几个国家相比 是相对安全 但是这么庞大的人数 库德是如何处置这些难民的呢 我们来自现场第一线的采访报导 一双双期盼的眼神 一只只要求援助的手臂 求的是一点冲击的食物 一些解渴的饮水 这些涌入库德自治区的难民 有一部分是为了逃离叙利亚内战 还有更多是为了躲避伊斯兰国的侵略 这里是我们走访的第五家难民营 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的难民 有的是阿拉伯人 有的是库德人在这里聚满 他们排队要等待领取物资 库德自治区对难民来者不拒 有工作能力的 自备钱财的 可以买房 住进城里 但生活困苦的就只能留在自治政府安置的难民营了 约当两个台湾大的库德自治区里 有好几十个难民营 但大多数难民不愿意接受采访 因为几年战火下求生 他们怕了 怕自己曝了光 危及身家信力 采访小组曝塞在将近摄氏50度的高温下 一户一户 也好不容易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难民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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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来 那为什么会离开摄氏 尽管库德区政府免费提供水汗电 但是高温下的帐篷生活还是酷热难耐 这里夏天很热吧 我说是很热吧 对 太热了 祝你我们学习了 祝你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祝你我们在一起 祝你 祝你 由于国际援助陆续到来 部分难民的居住环境开始获得改善 包括住进比较能够隔热的组合屋 台湾在国际间援助难民营也没有缺席的 这个地方你可以透过镜头看到 组合屋上面印着台湾这个字眼 因为2014年台湾政府呢 就捐给这库德自治区三百个组合屋 其中的两百多个就在这个地方 这一户难民住的是台湾组合屋 听到我们来自台湾很是欢迎 哪边来的 那是为了什么国家来的 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因为水电不要钱 这户难民内装了电视机和简单的冷气机 看来生活逐渐改善 在库德区政府的争取下 近来联合国针对长期居留的难民 每人每个月补助17元美金 而国际慈善机构 民间组织也开始提供物资补助 科德对外 得对抗伊斯兰国 还得周旋在中央政府伊拉克 以及邻国叙利亚 土耳其 伊朗之间 而今队内还得处理近两百万名难民 所衍生的社会问题 尽管难民问题棘手 但库德积极参与国际 虽然自身还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甚至只是称不上国家的自治区 库德能让联合国专门在这里 设置办公室 还派来近三百名职工 分住在境内十四个据点 显然库德因为难民议题 成功地创造自己在国际间 立足的价值 这是联合国的标志 这是加拿大的标志 因为难民的援助问题 库德自治区争取到国际对话的空间 也相当程度争取到独立建国的 国际谈判筹码 民事新闻胡外林苏启发 在库德自治区的独家采访报道 ISIS造成举世恐慌 不仅是他们在中东地区发动的战争 而且包括他们在世界各地 无预警的爆炸攻击 但是包括组织军队 购买武器在内 都需要庞大的经费支出 ISIS的经费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事实上 伊斯兰国被称为史上最强的暗黑经济体 因为根据欧美研究机构统计 ISIS即胜时期 税收超过29亿美金 将近1000亿台币 这其中将近一半是靠抢来的油田 贩卖石油所赚来的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两枚炸弹丢下数百万美元钞票 应声大量喷出 在火海中飞舞翻腾 贩卖石油所赚在中央中央 在一个游戏的地方 而美国仍然被爆炸 ISIS用了这个建筑 去拨抢贩 去支付其党 去行动 一位公司告诉CNN 美国仍然在这区域 在这区域中央准备50游戏 去撞建筑 去撞建筑 2016年初 美军将IS金库列入 空袭目标清单 除了这个位于 伊拉克摩苏尔的金库外 美军还锁定了其他地方 前后轰炸快20次 据称因此灰飞湮灭的现金 共高达8亿美元 台币260亿 而这只是IS的部分资产 IS号称是全球最好野的恐怖组织 强征税款 走私石油 抢夺银行和绑架勒索 是他们的四大搜刮链财之道 其中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 强占而来的众多油田 一度是IS的最大金基姆 受到国际制裁 IS不能公然漫游 靠着伊拉克强人海山 曾用过的走私通道 将由一车车的往外送 以不到国际一万的价格 贱卖强势 荷包赚满满 根据欧洲恐怖主义分析中心的报告 IS光是2014年就进账10.9亿美元的油钱 连死对头 叙利亚的阿塞德政府和反抗军都是满油客户 为了断开IS的石油黑金链 以美军为首的联军 2015年底开始密集一条龙式空袭 从油田到炼油厂到运油货车 每个供应环节都狂轰猛炸 果然打得IS伤金错骨 加上国际油价暴跌 油田陆续被联军收负 让IS石油获利从2014年的10.9亿美元 骤降到2016年的1.8亿美元 在裁员购献排行榜上 石油收入也从先前居贯的43%下滑到25% 税收则是后来居上大幅增加到33% 金额一度高达8亿美元 IS自立规定 所得税营业税10%起跳 药物税最高要磕到35% 在少了卖油的暴力后 IS更要加税加税再加税 用力从人民身上挤油水填补 除了万万税还有样样罚 IS列出了名目几乎每条都莫名其妙令人傻眼 男人不准修门面罚50美元 女人衣着太贴身或者没穿袜子 都要罚25美元 出门时没把门关上 重罚115美元 农夫不准给杨带铃铛 不然罚本外 杨还要被冲攻 除了搜刮明知明高 IS其他恋产的手段 跟大型犯罪集团没两样 美国官方推估 叙利亚和尼拉克至少百家银行分行 曾落入IS之手 2014年光靠抢银行 IS吸进10亿美元 而虚拟两地珍贵的文化遗产 也逃不过IS魔掌 除了大肆炸毁股机 IS也掠夺盗取博物馆里的股物 走私出境 甚至在网路上借卖 千年文化珍宝 成了IS的恋财筹码 让国际组织急着呼吁民众 不要成为共犯 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坦言 古文物黑市交易 每年高达20亿美元 以密性高 很难毒死IS这条发财路 虽然IS踩云众多 但现在占领地丢了三分之二 恐佳人口跑了一大半 过去强争豪夺的各种油水 瞬间干涸 不但石油黑金断收88% 税金也萎缩快八成 根据分析机构IHS Market估计 IS每月收入从2015年的8100万美元 锐减到2017年第二季的1600万美元 荷包变好瘦只好省着用 IS应对金库空虚低步先截流 大砍薪水和福利 既然国都快倒了 IS顺势缩边政府人士以最重要的宣传部门为例 2015年有40名媒体高官 看到现在剩19人 而保有公家投入的人包括IS圣战士一律减薪 截流之外 IS也用黑道手法两头开源 第一招掳人勒熟 第二招贩卖毒品 IS金主有两种 除了自愿捐献的 还有被自愿的 就是绑架收赎金 2014年 IS靠绑人捞了2000万美元 2017年扩大经营 专门锁定大户 金融时报披露 IS绑架卡达王室20多人 换得3亿美元的肉票钱 IS还与黑帮勾结贩卖毒品 差足市值13.9亿美元的兴奋剂市场 专家分析 善于变通的IS 企图把所有吸睛手段 做好做满 除了盗卖古墓和贩毒 还卖废物金 卖假护罩 甚至卖器官 不管生意大小 统统不放火 换句话说 IS现在虽然看似气数将近 但只要黑钱有得赚 赢根斩不断 就难见这个暗黑经济体崩盘 宣告破产的一天 伊斯兰国自从2014年 宣告建国之后 欧洲地区就难有宁静 和过去盖达组织所不同的 IS擅长利用网络群组 向欧洲本土青年宣传伊斯兰国反西方的极端理念 还常透过网络影片远距传授如何发动自杀攻击 一些中东穆斯林移民欧美的第二代第三代 虽然在白人世界长大 但因为长期遭到种族歧视容易被ISIS洗脑 他们跑回中东受训之后再回到欧美 在各地引发爆炸攻击 让各国的警方疲愈于奔命 民众人人自危 相信有出国经验的观众朋友 一定体验到各国为了防范 现在海关是严格到不能再严的安检措施 2015年1月 发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血洗事件 震惊世人 10个月后花毒巴黎再遭血清攻击 距离查理周刊仅200公尺的法国巴塔克兰剧院 当时正好有来自美国加州的乐团演出 没想到却有枪手入内挟持人职与警方对峙 过程中更大开杀戒 造成87死11伤 几乎与此同时 巴黎北交的法兰西国家体育场外 又发生至少两起自杀炸弹攻击 满场球迷吓得惊慌失措 而当时正在举办德法两国足球赛 法国总统欧兰德也在现场 同一天晚上 酒吧餐厅邻里的巴黎第十区 多家餐厅遭到枪击 数十人无辜丧命 巴黎的这一天遭到多起攻击 总共有来自26个国家的130人遇难 这是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伤亡最严重的攻击事件 迫使巴黎罕见地关闭边境 实施宵禁并且进入紧急状态 隔天伊斯兰国IS承认策划了一连串的攻击 并宣称这是对法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与美国并肩空袭IS的报复行动 法国当时的总统欧兰德也在两天之后 出动十架战机到叙利亚狂红IS据点 但IS针对法国的攻击 没有就此停止 民众仓皇逃跑 疯狂献救 2016年7月14日 法国国庆八十几日 东南部城市尼斯再成恐共标的 一名土尼西亚裔枪手在国庆烟火秀 后进入尾声 民众准备散场时 果然催促货柜车的油门 开上众名的英国人散步道 朝群众疯狂冲撞 造成惨中伤亡 尼斯恐供 伊斯恐供过不到半天 叶旦节前夕 德国首都柏林最大的叶旦市集 也遭到卡车攻击 一辆大火车以60多公里的时速 往广场中央直冲50到80几公尺才停止 至少造成12人死亡 近50人受伤 这就是美国人散步的传统 这就是美国人散步的传统 也就是美国人散步的传统 2017年起恐怖分子开始密集地将攻击目标锁定英国 3月底一名52岁男子在西敏寺桥上开车冲撞行人 导致四死50伤 2.40分钟 London 时 一车车转向西敏寺桥 沿着恐惧的车子 嫌犯高速驾车冲过众迷的大半钟之后 重上国会围栏停了下来 接着下车 持刀跑向一处国会入口 一个人来到我右肩的右肩 我开始在警察 凶贤随即遭到击毙 混乱中国会晋级关闭 从首相议员到参观民众全面撤离 美国歌手亚利安娜5月在英国曼彻斯特的这场演唱会 才刚结束 灯光炸亮 迎接现场2万名观众的 竟然是酿成22死 116伤的自杀炸弹攻击 从法国巴黎 德国柏林 再到英国伦敦 欧洲三大主要国家 陆续遭到恐怖攻击 像汽车和刀刃这种容易取得的日常工具 似乎已经成为夺命的新力气 令人方不胜防 法国《非加勒报》甚至提出了廉价恐怖主义 这个新名词 很低级的攻击 我们的理解是炸弹或炸弹 它只是去外出 资计 恐攻在欧洲无所不在 IS极端分子看上的目标 不是人来人往的观光景点 就是人潮密集的国际机场 2016年3月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炸饭灯国际机场 发生了两起爆炸 接着地铁也传出攻击 共造成30多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通过网路招兵买马的IS 以魅惑人心的宣传手法 推使欧洲愤青走向极端 让这些年轻圣战士 在欧洲国民的保护色下 成为IS杀伤欧洲的贴血利器 他们以手机APP进行IS全球串联 交流鼓舞 甚至进行了网上爆裂物 和自杀炸弹的教学 欧洲境内有恐怖卧底 圣战士又不断从境外渗入 IS大军里应外合 而非欧盟国籍的IS成员靠着深耕公约 只要趁机钻进深耕区国家 也能轻易流窜到欧洲各个角落 偏偏现在碰上了二战后最大难民潮 标榜人权的欧洲很难拒人于千里之外 于是边境门户洞开 一场打不完的叙利亚战争 催生了比盖达组织更残暴的IS 2014年 伊斯兰国成立以来 针对各国发动鼓动的一波波血腥暴力攻击 已经持得欧洲的维安样貌全然改变 这几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将触角深入了亚洲 好几次对东南亚攻击行动 因为全球16亿的穆斯林人口中 东南亚就占了一半以上 而且东南亚的穆斯林大多属于逊尼教派 跟ISIS企图同盟 受到感召加入的激进分子 其实真的不少 政府军与恐怖分子在街头巷战 美国空军支援轰炸 城市中处处浓烟断壁残垣 但这里不是中东 而是菲律宾明达纳俄岛的南部大臣马拉维 将近两千平民受困战区 恐怖分子占领医院释放监狱囚犯 占受高级警官 而战争引爆点竟然是因为 菲律宾当局试图逮捕 藏身马拉维市的一名恐怖分子 阿布赛亚的首脑之一 哈匹隆 而庇护哈匹隆了清 IS组织 马乌德集团 干脆掀起了战祸 哈匹隆更高举 伊斯兰国的黑旗 与政府军顽抗到底 无论是阿布赛亚或马乌德集团 早在两年前就传出向IS效忠 如今在马拉维市战斗的武装分子 有许多都是来自车臣 燕门 印尼 以及沙奥地阿拉伯的外国面孔 而IS不止插旗菲律宾 还入驻印尼 2016年1月14号 印尼首都亚加达遭到恐怖攻击 沙琳纳购物中心 以及金融商圈 发生了连环爆炸以及枪战 定点靠近印尼总统府外国使馆区 引发国际震撼 如果你想要注意到 印尼人和世界上 这是正常的地方 因为几公里前面 会有首席宫 亚加达了这场攻击 恐怖分子动用了自杀炸弹客 手榴弹以及枪械弹药 配备精良训练精密 绝非无组织 无纪律 无计划的三无恐怖分子 当局一路追查 查到了 IAS在东南亚的布局 在南亚的南亚的领域 有一名的领队 把 dialect领导 不是允许的领导 我们去理解 进入南亚的领导 印尼當局揪出的頭號嫌犯,是現年32歲,出身西爪瓦省的那伊姆 那伊姆原本是印尼在地恐怖組織唯一陣主遊擊隊的領袖,屬於伊斯蘭七島團的分支 2005年時卻戴了七小遠奔敘利亞 如今他的頭銜是IS東南亞分部馬來群島戰鬥小組的領袖 除了雅加達爆炸案,2006年底,那伊姆還遙控一名曾在台灣工作過的印尼女移工 其丈夫及友人,企圖在印尼總統府前進行自殺攻擊 幸好當局即時爭破計劃 而那伊姆不只染指印尼,還製作了首支馬來羽的影片恐嚇大馬當局 你不想知道,他們有多好處在那裡,有多好處在IS中 這陣子因此非常重要 這就是一個挑戰,我們全面對世界的挑戰 早在IS崛起之前,東南亞就有許多激進伊斯蘭組織 2002年,印尼觀光順地巴黎島的爆炸案 林奈人數高達202人 主謀就是印尼的恐怖組織,伊斯蘭祈禱團 目標是想將印尼打造成伊斯蘭律法國家 一直以來與蓋達組織交好 制度主謀 我向外國人 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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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尤其是美國 和英國 澳洲 為了為了很大的支持 國人 國人 而如今的伊斯蘭祈禱團 在蓋達組織示威後 轉而宣誓效忠 IS 伊斯蘭國 事實上 IS 伊斯蘭國彷彿是一條繩索 串聯起東南亞的激進伊斯蘭勢力 攤開東南亞的恐怖組織分布圖 就會發現團體之間盤根錯節 像是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 與馬來西亞的坦金蓋達組織關係密切 而東馬來西亞的沙巴伊斯蘭之家 又與菲律賓的阿布塞亞有所往來 阿布塞亞還同時與伊斯蘭祈禱團結盟 另外目前佔領菲律賓大臣馬拉維的馬烏德集團 有部分成員來自菲律賓最大伊斯蘭分離勢力 沒落伊斯蘭解放陣線 而沒落伊斯蘭解放陣線 在打了多年的游擊戰之後 目前正在與非國當局談判 企圖建立穆斯林自治區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 全球穆斯林人口約16億 而東南亞就佔了一半以上 達9億8千6百萬人 是中東北非穆斯林人口的三倍以上 而且東南亞的穆斯林九成屬於遜尼派 與IS系出同盟 衍生出不少激進分子 一直以來都有傳聞 伊斯蘭國企圖在東南亞成立省份 指引亞洲恐怖事業 而東南亞的恐怖組織 也在爭奪IS區域領導人的地位 像是馬來西亞頭號恐怖分子 2014年前往叙利亞 加入IS的前大學講師艾哈麥德 就參與了菲律賓南部的馬拉韋之戰 在米拉奈爾 並非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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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它地在外國下摩爾旗人 在欣利亞 伊拉克的IS不斷節節败退 但碎片化的伊斯蘭國早就蔓延全球 除了归于返乡的圣战史之外 伊斯兰国的攻击模式以及思想精髓 也随着精准的媒体策略 透过推特 脸书等社群媒体 深入各地的激进组织 尤其东南亚效忠IS的团体 宛如一个个IS加盟店 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区域恐攻 在中东的IS战争穷途末路之际 东南亚的恐怖战争才正要开始 我们是因为采访制作库的自治区独立公投事件 因缘际会找到机会能够更深入的交战区 在时间行动地区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 前进伊斯兰国系列 篇幅有限 恐怕还有一游未尽之汉 事实上中东地区所面临的是 复杂的宗教 政治 以及意识形态的纷争 不论是ISIS 或者是库的问题 都值得我们更继续深入 后续的报道 近期也尽情锁定台湾演绎的 库德独立之路 那么这一期节目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胡婉玲 我们再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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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